年纪大的长者如果在经历亲友 磁室生病等压力事件后 身体的状况与自我照护能力 突然大步如前 要特别注意 这不一定是老化的正常现象 而是出现衰弱的问题 大家会误以为这个是一些正常的退化 或者是老化的现象 那可能要注意他可能是一个衰弱的老人 其实他们一旦住院的话 他们住院天数相对来讲 会比一般同年龄的老人是比较长的 他们住院的时候可能产生一些并发症 甚至是一些死亡率的部分也是偏高 医师会透过周全性老年评估 来了解患者衰弱的情形 同时评估疾病之外的各项照顾资源 并给予整合性的照顾计划 除了疾病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多重用药给予一些建议之外 我们还会在额外的 比如说评估一些认知功能 那甚至一些家庭状况 或者是社会支持度 或者是社会资源方面 那家庭支持度等等的 为了避免将衰弱的问题 误认为正常的老化 医师建议当出现六大危机警讯时 就有可能是衰弱的问题 可以到专科医师门诊进行评估 提早发现衰弱的症状 接受治疗 就有机会延缓衰弱与失能 大约新闻黄信任张震龙 台北新电报道 这个方法今天就会迷你